我們在後面這間店鋪 大家星期日快樂 現在就是2020年的9月20日 下午的1點40分左右 好 看著這間店鋪 剛剛收到風 成交了 我也有玩過一家 看過很多次 哇 幸好不用虧了 我都玩過一家 總之我加不到 所以成交了3,800萬 還可以的 這個位置的時候 之前都叫開到4、4、5千萬左右 就在說吉直街 和這個善美菲露的大丹邊 我去看過了 有個小影片 有個小影片 你會看到的 就在說吉直街55至57號 地下A和B鋪 是士尾菲露的大丹邊位置 就在說建築面積大約是1,600呎 門闊74呎 40呎就向吉直街 另外33呎就向士尾菲露那邊 門面很闊 樓底比較矮一點 原本業主叫價的時候 4、5千萬左右 每個人都說4千多 又說5千多 不知是誰 不過都放了一段時間 成交了3千8百萬 應該是賣公司的 現在就是Guyo的洗餐廳 交給交易 有個租客前陣的肺炎 就拉了一集說不做 就是休業了 最近應該開門 我看到他開門 總之兩位通知就搬走了 生意比較差 老實說 他舊租金9萬元 回報2.8厘 我想現在肺炎疫情的時候 我都在減租 確實減多少 我就不太肯定了 原本業主的時候 2012年4月份 3千5百50萬 接摩貨進來 那時候很流行摩貨 2012年2月份 3千4百萬買入 摩貨賣了 3550萬 那時候還是縱形故事 還未有雙巒貨賣的 admire the threat 大膽邊iti 買公司省了8.5百分比 買公司即是0.2百分比 即點到8.13% 省一下 ókla 算是了 你的店舖看很久了 還過入價 最大的問題是交 trade交易 一再交一交易 租客生意差 你要找另一個走esters 我們要來的有個實 sag 所以就不需要預期 其實真的要有預期 即是一段時間 賣家會不會幾塊去zw� 再買他出外 我不是很肯定,但始终它是属于静位,静位是很难拖铺的 旺位你可以拖铺,静位是很难拖铺 静位一定要大间才能吸引人流过去 但可以的,算是大间,门面闯,不错 成交价比你比较一下的时候,旁边的JPOL接近车房短,近海边 位置比较差一点,成交了2550万 建筑面积大概800呎,但当时是高峰期买的,2015年的5月份 比较差一点,最近成交了Cornway Pacific Coffee 136号至142号A铺 建筑面积大概1,500呎,那间是漂亮的 那间是David Street的大阪边,旺很多 那间真是漂亮的,旺很多 那间成交了5900万,租金是15万 那间租金稳定收入 好了,到最后,星期二最后一场的时候 如果你有兴趣杂志买铺的时候,了解怎样留底的话 因为肺炎以来,我们都买了6间铺 买了3间铺,所以到要怎样买铺,学一下东西 不是学一下东西,即是有心投资,学一下东西 就不要来了 拿着800万以上的流动资产 不计留的,就来听一下吧 多谢你,恭喜买铺吧,这间铺可以的 大大见,你想怎样 那里我都聊过的时候 可以的,希望市况平稳之后 整体上西环的消费力都会上来 好,恭喜买铺,恭喜买铺 想一想,都是6点5分,始终大大加人难得 铺市差,不用说,谁人都知道 但我作为基金经理,大事都控制不到 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升升跌跌都好 我们所选的铺,要升得比人多,跌得比人少 肺炎开始后,我们胜汇就入了4间铺 红罗湾道71,皇后大陆中销纳铺 大围高点店,还有最后一间不方便透露地址 呼火,就走了3间 3间都是肺炎前买的 新浦光串销店,旺角中医诊所,大角咀的炸鸡店 肺炎期间,三间铺沽了,到有钱赚 老实说,市纯粹,只能到我们一间做到 为什么?一危中有机,一全世界都怕了买铺 那才多顺货汁 以前我从来没想过买到的位置 现在都不断卖票还 现在都中了4单,如果你是看跌三成 那你就走过去还低4-5成,一定有惊喜 而我们有第一手的货源 香港做铺的经纪不认识我们,都不是做铺 最顺利的货一定会来到我们 不单是经纪,很多的业主都直接找我们放盘 那我们就更加多时间和我们慢慢忙 家家有求,各取所需 3,必须不怕,你要选择位 买铺要买得Pro,你要选择一些有前景 Prospect,你能够提升租值 Rentals,和你能够善用铺 风火水电煤配套Options的位置 对的,就快狠准买下来 时机到就套业,做好售后服务 扭回钱给下手赚 我明白,香港现在的货价很差 是世纪那么差 但这个也可能是世纪的入市机会 其他东西我不知道,但我深信 下年的今天,街上应该会多人 我今天,多游客到今天 报复式消费,报复式旅游一定会回来 到时才买太迟 那时是出货的时机 我们胜汇商铺增值基金Value Add Fund 2020年第三季集资就下星期开始了 有兴趣的例子更多 如何和我们一起买铺分散投资 欢迎登记政监会条例要求 这个活动只适合持有港币 800万以上流动资产 非物业不的人事参与 疫情期间,每场只限6个人 参与者都要全程戴口罩 和保持1.5米的社交距离 最后,我不是投资者,我是生意人 投资要分散,但做生意要专注 我专注在铺 洞察时机,靠专注 够足机会,靠行动 到时见